女人不管多大岁数 要想活出最佳状态 一定要有这几个好习惯 一 别熬夜 睡得早一些 你今天熬过的夜 都是未来日子提前透支 钱花光了可以再赚 职场失忆了可以东山再起 但是如果身体垮了 一切都只是空谈 早睡早起才是女人最好的养生之道 第二 别太懒 运动多一点 我们常说 18岁之前的容貌由父母决定 18岁后的美由自己负责 女人无论什么年龄都该明白 所有自己想要的样子 都得靠自己来雕刻 要想青春常驻 少不了对自己的投资与保养 其中运动便是性价比最高的保养方式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 并把它坚持下去 相信你流的每一滴汗 都是健康的积累 三 别多想 心放宽一些 常言道 这世上最不开心的 莫过于那些想得太多的人 生活中 有些女人总是用过分的想象力 脑补出一些莫须有的问题 折腾着自己身心疲惫 要知道心有千千结 人生就处处是纠结 心中无挂碍 人生就时时有自在 四 别透支 钱要存一些 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靠山 也没有人会永远是谁的避风港 唯有口袋里有钱 才能让你欲使心不慌 存钱也许会降低当下的生活质量 但它所带来的是未来的高质量生活 学会存钱 把安全感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